這些Rational Functions 固然可以屈個數 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屈個數 我就會做一個正常FactorWise 這塊就是 x-2乘x加1 分之3 然後我們會想究竟如何通負母 左邊這個就上下一起乘一個x-2 右邊那個就上下一起乘一個x-1 變成大家的分母都是一樣的 分子再化解 2x-4-3s加3 分子就會計算是-x-1 那負x-1其實是甚麼呢 負x-1就是抽個負出來 變成負乎x加1 分母呢 我們也有個負乎x加1 就可以約了它 所以我們就只有負1在上面 分母就是x-1乘x-2 答案就是a 給予了